自从新冠肺炎开始以来 我和老婆一直关注着事情的发展 也一直在家很少出门 也不想给家庭 朋友和社会填更多的麻烦 看了很多在一线分战的那些医生 护士 还有志愿者们 心里其实也挺着急的 也想能帮忙忙 能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正巧在某渔看到官方举办的漂流行动传递爱 一个儿童救助的公益拍卖活动 此次拍卖的所有款项都会卷助给 在疫情期间儿童救助这些项目当中的一些防疫物资的采购 我们俩就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 而且也是我们能所做到的 就是先是参与到其中也有幸的拍得了此项东西 现在我就给大家看看 拆包一下 咱们现在来拆第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小的一个铁皮的盒子 非常精致的一个手提手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开它 这个造型很帅 很帅 有一些这种星空的这种蓝紫色 脸部的一些造型 然后这个脸就是黑色的 可能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是代表一些比较深邃那种太空的那种黑暗的感觉 然后身体上的整体颜色是比较统一的 后背有助理人的亲笔线灵 挺精细的做的还不错 还不错 这是一个 然后咱们看看下一个包裹 这是一个设计师签名的一个 类似于海报的一个东西 挺帅的 这是可能One of 独有的一个 标签的东西 我们俩拍的这个东西是 太空队长首次推出的One of 限定盘 它是由Mountain Studio主理人Jim Lee操刀设计的 它代表了未来对勇气与希望的期盘 第二天活动方有给我寄了一个文件包裹 是一个捐赠证书 对于此次拍卖活动呢 非常感谢参与到当中的一些朋友 然后也是很感谢Mountain Studio和Supply的创始人 提供这么好的拍品和这样的活动 也希望多多的有这样的活动来举办 希望这种活动能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当中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